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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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嚴重 太多水 我們一向以為是水為材 但現在因為颱風的關係 太多雨水 所以我們今天就 湊一下熱鬧 說一下這個話題 這張就是今晚的文章 說一下古代水利工程 既然現在這個大水災 整個東下地區 受到颱風的影響 暴雨 暴雨 Torrential rain 三天下了別人 兩年的總雨量 一千毫米 一千毫米 一千毫米即是四十寸 一米 即是去到胸口差不多 因為雨水 積水 十二公尺那麼高 最巨勁的地方 浸到上路牌 我給一兩張照片看 其實網上關於照片 實在很多 我們都不需要特別去說 對 但香港的主流媒體 又不太怎麼說這件事 不知道怎麼說好 不知道為什麼 遁城雜國 還有你等退水 不知道等多少天 一個月 保守估計一個月 真是慘 另外一張 你們看看 另外一張 你們看看 車子變成這樣 周鵬 你也未見過 香港經常有雨災 香港經常有雨災 不過近來造成的損傷 是越來越少 因為香港水利方面 已經做得很好 大陸記者曾經採訪過香港 他說一個城市 不只是在上面 地面上面的高樓大廈 這麼簡單 沒錯 是下水道 是地下水道 香港的雨災造成的 水浸或損害 是越來越少 不是沒有 是越來越少 包括整天水浸的上環區 現在已經下面做了儲水庫 直水的所有 過多的雨水 就會落地下 很大的儲水庫 慢慢排出去 所以 香港上環區 再不去水浸 而在新界區 做了很多河道 以前河上村 河上村城的水浸 近年來已經沒有停 他下了很多功夫 去做 這個水利方面 儘管並不完美 但已經是好過 而今次發生在天子門下的北京隔離 北京南邊 根據一些傳媒的報導 為了救北京市 以及南邊的洪安區 犧牲了 其他地區 即是說 洪水 如果你放了 大家平均 全部倒閉 在這樣的情況下 保衛兩個 他們認為重要一點的地方 這是傳媒說的 你看看 現在就一片 這裏先交代一點 這次的水災和颱風 要是香港的主流媒體 不太說 我當作是通識 當作是科普 Toby 你應該要找李偉才 你應該要找他解釋一下 為何這次在氣候反常下 颱風帶來為何特別多雨水 颱風和雨水之間的微妙關係 我們不是很掌握科學 我們不能亂說 不過我之前做功課 上網搜尋一下 主要就是因為 這次這個 首先就是 杜蘇瑞一路打上去的時候 因為旁邊有一個 現在打沖繩的 叫卡奴這個颱風 這個卡奴的颱風 它的環流雨帶的水氣 就幫杜蘇瑞做補級 另一個就是 就是來自於 這個亞洲地區西南方 由印度那一邊的水氣 它又殺上來 所以又是做一個叫做能源 就是水的補充 所以為何這次颱風帶來的雨水會這麼厲害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一個就是它打的位置 因為北京的河北上面 就有一個叫做太行山山脈 太行山山脈的走向 這個叫西南走向東北 簡單說 就是南腰就閘住了北京以北 所以那些水氣 就遇到太行山山脈 就上不了去 所以為何會造成那些叫做 就是一千毫米 就是一千毫米 其實一千毫米很誇張 就是我們住新界 紅色暴雨警告 下的五十毫米雨 一小時 其實都已經是 好像下狗市那樣 就是黑色暴雨 就是可以 好像一百毫米黑色暴雨 我都不太記得 就是近這幾年 香港我住的區 就比較少 黑色暴雨 紅色暴雨我就會見得多 是已經 紅色暴雨是說五十毫米 一小時 五十毫米我已經想死了 已經不想出街了 外面是下狗市那樣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是一千毫米 五十毫米和一千毫米 五十和一千毫米 我真的不知道 可以怎樣做一個比喻 甚麼是一千毫米 一個 rough calculation conversion 就是一百毫米等於四吋 四英吋 一千毫米等於十倍 就是四十吋 四十吋 四十吋等於幾高 等於三尺 三尺四吋 三尺四吋 這個是雨量 但雨量不是平均分配的 有些低溫的地方 是會聚集的 所以現在最厲害 有些十二公尺 有些更厲害 十八公尺都有 看看城市 你在那邊 大批農田被掩蓋 那裏附近 你都不用自有菜食 我告訴你 對 很嚴重 所以這次 因為我很關心 因為始終是天災還禍 我作為人 有七隱之心 所以你看到一個這樣的格局 其實是很嚴重的 不過又反過來 又另一個故事 就是台灣方面 其實它也是嚴陣以待 去看這一次的風災 不過我又無謂去評價 香港那些所謂主流媒體 因為香港那些主流媒體 只是重點花很長時間 去講在這個風災 下大雨 台灣怎樣有水浸 山泥傾射 對於中國大陸那些 香港的主流媒體 又不是怎樣多提 這就是香港的主流媒體 對於今次 過去這十天 由杜蘇瑞去到卡龍 那個影響 他們的報道方式 我不管它 我不知道它背後有什麼原因 但我看回台灣中央社 它又說 因為台灣人 為什麼這麼關注 今次由杜蘇瑞去到 這個叫卡龍 就是因為台灣過去 已經很多年沒有下大雨 沒有下大雨 台灣大部分的水庫是沒有水的 不過今次有杜蘇瑞和卡龍 襲擊東亞地區 也對沖繩一帶是橫掃 不過這個特別是卡龍的外圍雨帶 它對台灣的西面 一堆十幾二十個水庫 台灣水利署 因為我這兩天 我真的很關心台灣的水庫 那個叫做水糧 究竟是進駐了多少 大部分台灣的水庫 已經有七成八成的駐水糧 也有兩三個台灣的水庫 已經是一百個百仙要洩洪 而另外台灣最大的水庫 叫曾文水庫 已經保守估計 已經有差不多三成的進漲 今次這個卡龍 當然對於鄰日地區 帶來水患 但是對於台灣地區來說 它是可以終於一解台灣 這個叫口渴 現在的水庫已經飲飽了 因為粉絲聽眾為什麼會問我 為什麼這麼關心台灣這些 下雨水庫呢 Toby 你知道 我耕田 一個耕田的人 一個農夫 其實我 是望天打掛的 很自然的 很自然 我是會關心鄰近地區 那個叫做 夠不夠雨水 那些雨水會不會太大 跟著它們怎麼排紅 這個是天性來的 因為我真心是關心的 因為我又關心東北地區 我又對大陸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近年我也更加關心台灣 因為台灣已經很多年沒有下大雨 那種大雨是持續性的 是說兩三日 是重要的 因為台灣最嚴重的 它那些水庫 是全部在現在台灣的西面 大家知道台灣是有個中央山脈的 中央山脈的東面 就是那些什麼花蓮 台東那些 其實那些沒什麼水庫的 但是近年 打風呢 很多那些颱風 就是打台灣的東面 是益不到台灣的水庫的 所以這次卡路呢 其實我早幾天已經是非常關心 究竟打就不要打正了 我只是關心這個颱風的外圍雨帶的那些雨水 會不會益到台灣的水庫 那真是 亡天打掛 上帝保佑 終於就可以駐滿了台灣的十幾二十個 就是主要的水庫 就連台灣最大的曾文水庫 姓曾的曾 文章的文 那個水庫都現在有三成了 因為如果沒有水去填補台灣的水庫呢 是很嚴重的 因為接下來兩三年台灣的農民 是不夠水種野的 Toby這個因為出於我的天性 所以我就特別關心這個叫做 下雨啦 打風啦 以及一些鄰近地區的叫做水利工程 不過呢 如果你要講 如果你問我 近代 現代人那些叫做水利工程 其實相比起古代文明的水利工程 是 爭得 爭得遠 古代文明的水利工程 是有很多我們是值得學習的地方的 不要說近代那些 就連 不說 不說多 我只是說香港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Google一下 不是蔓延水庫 是香港的船灣淡水湖 的水庫 那條堤壩 輕建的過程 那個招標 是那個叫做六七十年代 港英政府那時候 招標那種的嚴謹 還有是有跨國公司 譬如有幾間 我隨口說 我這個朋友記憶 有一間就是法國公司來的 六七十年代很厲害 專門處理湄公河的水利 那時候有入標 去投標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船灣淡水湖 那時候是東亞地區 最大的一個水庫 那條堤壩 另外又有 香港有三四間 名字我忘記了 合資一間聯營公司 組成一間股份公司 又去投標 去投標這個叫做 船灣淡水湖 那時候那個叫做 堤壩的工程 那最終 最終這個中標 我都 這一刻我就不太記得了 總之就是 當年 就是講著 船灣淡水湖 那個叫做 堤壩的興建 和這個水庫的興建 就已經是貫徹東亞地區 亞洲地區是首屋一指的 不過呢 就今天我們那個話題就是 就是剛才我說的 什麼船灣淡水湖 那些呢 其實都很廢的 很差的 其實古代文明的水利工程 是更加厲害的 就是講的是 那個古代 是古成怎樣呢 是古成是千多年 唐宋年間的中國 是千多年前的 古代文明的水利工程 是比現在是 就是我覺得是 有過之而無不及 好 周禄鵬說到這裏 在進入去講古代水利工程 成功的地方之前 我要補充一下 你剛才提到的 就是有一些東西 你說香港的水災 水災的問題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 這個年紀的人 這個人生階段的人 最大一次水災 香港是1972年的六一八雨災 在那一天 整棟樓塌了 那一天 你會發覺上帝都是公平的 在邵茂坪雞寮那裏 整個山坡塌下來 摘死不知多少人 摘死了很多人 同一天 在同一天 在半山區的鬱和度 山坡塌 張間大廈 就是豪宅 現在叫豪宅 切開 攔腰切斷 又是死了若干人士 多少大家查一下上網就知道 好像說一棟樓塌 批到另一棟樓那裏 是很嚴重的 那時我還沒出生 你還沒出生 但你查到的 現在我們說 列顯倫大法官 列顯倫大法官 他就是其中一個生還者 其中生還者 他唱歌猛唱 When I am 64 這首歌 人家聽到的歌聲 就知道裏面還有生還者 還有重要 在那裏掘 掘到兩支手槍出來 是啊 當然沒有人認領 這些事情 錢可能有人認 槍當然沒有人認 因為香港管制槍 是相當之嚴格的 那個年代真是鼓滑 壽茂平那裏 一般人記得 壽茂平那裏 山泥傾瀉 整個山坡塌下來 是一個很悲慘的鏡頭 一個大家看看也很悲慘的 當年也捐錢 無線搞捐錢捐了二千萬 當年五千萬很多 大件事 更大件事就是 這兩次山泥傾瀉 在土力工程學上 是一件重要的例子 所以在世界上 有不少的教科書 工程學的教科書 土木工程教科書 都將這兩件事 這兩次山泥傾瀉的例子 擺上教科書 是case study 香港所謂case study 是屬於土力工程方面 geo-tech 這張圖在日落時分 大家留意一下 有幾個尖塔 這些尖塔 不外乎 一定跟宗教信仰有關 但是重點是 這種尖塔 屬於哪一種宗教呢 我們可以埋過關子 近這一兩年 尖塔這個區域 這個位置 是成為新聞焦點來的 是很接近我們的 不過這個地方 我2016年去過 真是誠意推介 如果大家喜歡古文明的話 我覺得是一定要去的 簡單交代 因為莫多芬是一個 印度教的建築 這些印度教的建築 是來自於哪裏的影響呢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摩坑佐達羅 哈拉帕 因為印度河的文明 那裏其實有很多 其中一種 即是不說太多了 其中一種印度河的文明的工藝 科技 是怎樣處理水 怎樣排水 以及怎樣儲水 這個就是在印度河文明的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是他們的文明的結晶 大家可能會問 儲水排水有多重要呢 今天那個討論 因為說的是華華北地區水災 人類的文明呢 其實是 我不算其他那些東西 即是不算那些有沒有東西吃 不算打不打風 那些 古人類的文明 其中一個要處理的就是 如果我住那個地方 突然間有很多雨水 或者是 它定時定後 會指定有一段的時間 但是 是會有很多 很多雨水的 那麼 當地的人 是要怎樣處理這些 多餘的雨水呢 他們是需要 是 想辦法 當然啦 聽眾粉絲可能會問 自己 你這麼多雨水 那你找過沒什麼雨水的地方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但是 有時候很多地方 就是 它定時定後就會多雨水 但是雨水過了之後 它某程度是很適宜耕種 很適宜人類生活的 或者是它在河邊 所以就 在一個這樣的概念下 古代的人類 它是需要去處理 突如其來 突然間多了的雨水 那所以 他們要衍生一個技術 就是 怎樣排水 那另一個 你說排水嘛 那 那 漢季怎麼搞 漢季 漢季沒有水 那我們要用水的 那 因為當人類有農業 起源 即是有農業文明之後 那你要種東西 種東西要水的嘛 那麼 在這個叫做 沒有水 和突然間多雨水 之間 它們要怎樣去調節呢 那 我環顧 環顧世界 世界各地 這麼多人類古文明 不是很古的 即是你比起兩河流域 美索 北達米亞那些 六七千年前那些 那些 吳哥忽就不是很古的 吳哥忽就只是說 這個叫秦朝 秦末 西漢 一路去到大概 就是蒙古人 即是如果我們平衡時空 用回中國那個時代去看 就是 秦朝一路去到大概 蒙古人 明朝早年 這一段的時間 那段時間有幾長呢 一千五百年 早期的時候就是 秦漢年間 現在我們叫做 吳哥忽 或者現在我們叫做 柬埔寨 即是很多騙案 那些 即是打電話那些 大家明白 即是這個地方 以前呢 秦漢年間 它叫做 虎南 虎是 虎南 即是 虎起你的虎 南方的南 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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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 真蠟 真假的真 這個叫做 蠟尾的蠟 應該是不是 月字邊 是不是蠟尾的蠟 是呀 沒錯 是蠟尾的蠟 對 真蠟 再之後呢 就叫做 高棉 一般我們看 這個古文明 以我小弟為例 我就看 符南 真蠟 高棉 之後那些呢 我就不看的了 因為之後那些 赤簡 波爾布特 那些 那些死幾百萬人 那些我就不看的 那因為 為什麼今天呢 因為 華北水災 要 這麼慎重 要提這個 柬埔寨 吳哥弗的水利工程呢 就是因為它 是很 天衣無縫地 是 在地理環境呢 因為大家可以上網 也可以Google一下 因為 現在柬埔寨 越南一帶 有一條很主要的河流 是湄公河 那現在呢 東南亞這些國家 都叫救命的 因為呢 湄公河的上游呢 那些 叫做 三江併流 蘭倉江 那些 深圳河以北的大國 那些上游呢 就建了很多堤壩 那些水 令到 這個叫做 湄公河 就水 水量減少 那這個是 近代 但是 古代呢 現在 中南半島 包括現在 泰國 緬甸 魯窩 越南下面 胡志明 這個叫做 胡志明市一帶 這些 總之中南半島 南面呢 以前有一個 很強大的帝國 叫做 湖南 湖南呢 其實 三國時期 都已經有 和這個地方 已經有 交流 孫吳 如果大家喜歡 三國的話 孫權 其實那時候已經 有派人 去 中南半島 現在東南亞 就和 湖南 談貿易 諸如此類 這些 這個地方的水利 有一個 很奇妙的 就是 在一個地理環境 它有一個很大的 湖 叫做 洞薩里湖 現在在柬埔寨 這個洞薩里湖 我覺得 是 真是上帝 創造的 一個很奇妙的 一個湖 它就在 這個叫做 湄公河的水系 的下游 的中央 部位 即是在現在的柬埔寨的境內 那 怎樣奇妙 就是 當 湄公河在夏天的時候 有很多水的時候 那些水是會透過湄公河下游的支流 是會注入這個洞薩里湖的 這個洞薩里湖有幾大呢 沒有水的時候 即是 就是 東南亞的 就是 香港人的冬天 即是 十一二月 旱季 它的 旱季 就是 最沒有水 最沒有水的時候 大概是 兩千平方公里 即是兩個香港那麼大 正正常上 又隔不中下雨 又有些河流的水 就注入這個叫做 洞薩里湖 正常平均 它的湖的表面面積大概是六千平方公里 大概就是六個香港那麼大 但是去到夏天 很多水的時候 就是這幅地圖 因為是湄公河的下游 以及柬埔寨 泰國 中南半島一帶 很多河流 滋流的水 會注入這個洞薩里湖 去到夏天最多雨水的時候 或者這個季後風的影響 它那個湖水的面積 是可以去到 有成 說的是一萬五千平方公里 即是說十五個香港 十五個香港那麼大 那麼 它的水深都很深 有些位置可以去到十二三米 那麼 這個就是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就是這個叫做柬埔寨一帶 這個中南半島 這個叫做得天獨厚的一個 有一個這樣的湖泊 那麼多水的時候 那些水就會注入這個洞薩里湖 就作為一個叫做 好像現在呢 長江流的那個波陽湖 和洞庭湖 就用來 就像長江之神一樣 用來儲水 那麼 那麼 去到 旱季 去到旱季 沒有雨的時候 這個洞薩里湖 又很厲害的 它又會將那些水 就 即是 我也搞不清它的物理定律 總之就有些 有些支流 那些支流 它就會 那些水就會注入 這個叫做柬公河的下游 是令到柬公河的下游 是有足夠的水量 那麼 總之就是 沒有水的時候 以及多雨水的時候 這個洞薩里湖呢 就是用來調節現在柬埔寨和湄公河一帶 這一帶的水量 這個就是一個大自然的 大自然界的一個鬼虎神功 我不知道 可能是上帝的原因 當然我不相信上帝 可能真的是上帝的原因 創造了這個洞薩里湖 這個叫做嚴格來說 東南亞最大的一個洞 那麼 在九世紀的時候 距離現在大概1,100年左右 不知道什麼原因 有一幫人 在現在的洞薩里湖 這個叫做西北邊 現在大家看到地圖 就是有一個 現在這個就是柬埔寨地圖 中間正中央有一個淺藍色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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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洞呢 就是洞薩里湖 不知為什麼 有一幫人不知從哪裡來的 有些就傳 就說是 是一些印度教的教堂 不知是否跟這個叫做印度有關係 所以就是遷迫的 所以遷迫來到洞薩里湖一帶 那麼他們就選擇了在哪個位置呢 就是現在 大家看到有一個 就是在地圖那裏 有一個洞那個水淡 就是淺藍色 就是那個洞的西北面 在那裡建立一個城 這個城就是我們現在理解的鼎鼎大名的文化遺產 就是這個叫吳哥窟 這個很奇怪的 古代的人類在未建立吳哥窟之前 我相信 以我的理解 他應該是長時間觀察了洞薩里湖和湄公河之間的水的調節的微妙關係 就是當雨水多的時候 水是會注入洞薩里湖 當沒有雨水的時候 洞薩里湖的湖水就會注入湄公河的下游 有一個非常大的平衡 最大的面積是剛才說的 有十五個香港那麼大 因為我2016年都去過的 真的很大 是要坐船的 那時候我看過最出名的那個元朝有一個旅行家 Toby叫周達貫 他寫了一本真立風土記 他就是去柬埔寨東南亞那裡考察 他有記錄到當時那些人是說不用做事的 定時定後去過洞薩里湖那裡 可能是很短時間撈一下那些魚 那些魚已經吃不完 再之後就說暴雨成災的時候 有些故事說那些魚是可以浪在那些樹上面的 總之是多 魚獲多到你是吃不完的 這個也是解釋到為什麼 吳哥忽會這麼揮煌 就是因為 有個說法 因為這裡水是非常之充足 又有湄公河又有洞薩里湖 所以在農作物的耕種底下 他們是長時間是豐收的 所以也都是可以造就到 養活到這麼多工匠 是可以建立吳哥忽 就是這些古文寧位置 作詞人數字幕作曲 李宗益 作詞人數字幕 李宗益